请收看 维新世界2015 鬼谷文化宗教教育 世界和平 两岸高层论坛 我们还有两篇演到的朋友寄来的稿子 他们都是临时不能够成熟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他自己不好 还是别人不好 别人不让他来 还是他自己不愿意来 不过他们两位的文章 我们现在请把它代读 尊敬的师傅 杨院长 现场的嘉宾 阿弥陀佛 我是董又红 现在代念文稿 题目是重视民间奴教 复兴礼仪之邦 发表人是李天刚先生 经历复旦大学则学宗教学系主任 明代以来 中华帝国即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 在20世纪全世界世俗化过程中 礼仪的轮上以及礼仪感的消失曾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因此 这里特别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日常生活中实行的世俗礼仪 如礼貌 礼节 礼俗等等 与宗教性的礼仪 如祭祀 祈祷 颂读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俗与神圣的礼仪不可能截然切割 一个人懂礼貌 守礼节 和他有信仰 尊礼仪 知天命 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几年兴起的国学乐 奴学乐和佛学乐 伴随着相当意义的礼仪复兴 目前 中国大陆正在出现一股礼仪复兴现象 清明节为每年全民假日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参与家族的扫墓活动 在奴教废除一百年之后 中国人的祭祖活动又以巨大的规模 恢复了指示 妙祭 改成墓祭 这样圣中追远 怀念祖先 说明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修复能力是很强的 奴教节令 春节 元宵 端午 中元 中秋 冬至 除夕 从来都不是纯粹世俗性的 而是与鬼神祭祀相伴随 在城市里泡足除旧税 初五 赢 财神 都有祈求 仇报的含义 当代中国人的礼俗仍然含有宗教信仰的因素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的礼节 与他在宗教生活中举行的礼仪 可以有着良性的互动 宗教心理学原理 适当的祭祀礼仪 在增进人格完善 人际交往 家庭拟据和社会和谐方面都有好处 这种祭祀气氛 对参与者的身心 行为 都能产生健康的得恨 友谊社会 奴家的礼乐文明 对于天地 山川 帝王 祖先的祭祀 发生出来 周易壁挂 所谓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含义 近几年来 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生活中 恢复了一些传统礼仪 确实淹源于奴教礼乐制度 封建社会时期 官方主张的奴教是以武常 人 义 礼 智 性的方式 通过民间的礼仪活动 维持一种文明的规则和秩序 让人们知礼仪 懂礼节 讲礼貌 有益于社会 是应该继承的 官方奴教以天旨祭天 教室为核心的祭祀 用礼乐来维持一个道德化的 王权统治秩序 民间奴教他是以百姓祭祖 社坛等祭祀为核心 以维系本土和方域内的家国社会 经历了一百多年反传统的现代中国人 应该已经有能力辨析传统与传统和解 并对礼乐制度重新发掘和整理 从中感受到文明的滋养 将其转型为当代中国的礼乐文明 以上 谢谢 代读在下面一位 谢谢 厉害的嘉宾 我是李亚齐 现在来带念文稿 宗教与和平 大理国以佛治国的包容性 杨周伟 经历云南省南兆大理 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五代两宋时期 位于中国西南的大理国 崇尚佛教 上至君臣下达百姓 无依不吃佛 信佛 广师佛理 家之互道 皆以静佛为首物 境内百姓嘉宁 时事太平 不动刀兵 建大寺八百为之兰若 小寺三千为之前兰 便于国境 前兰殿格三千堂 般若公寺八百处 一片妙香佛国的景象 大理国自开国皇帝 断思平建国起 为了缓和各阶层 各民族地区的矛盾 实现国内平安和谐 采用以佛自心 势如治国的方略 这一国策一直在大理国历史上沿用了三百一十六年 在大理国的建设史中 无论是外交和内部斗争 宫廷政变 无一不体现其宽大博爱的以佛自国的包容性 第一点 宫廷政变皇室夺位中退位为僧的包容性 谈到宫廷政变 皇室夺位 就让人们想起血腥杀戮 父子兄弟属职 为了争夺皇位 不惜手足相残 暴力相刑 第二点 朝廷内部外姓篡权 以逼其退位为生的方式 进行和平改朝换代 甚至主动皇位前朝皇室 恢复前朝国号 西元1095年信奉活教的大理国 国相 中国公 高生泰 发动政变 篡夺段式江山 逼迫当朝皇帝 段正名退位为生 建立大中国政权 不仅没有对前朝的皇帝 和其他的皇室成员进行杀戮 而且还封段式成员为侯爵 给予皇室极其优厚的待遇 第三点 多元包容开放的宗教与民族政策 和国内统治格局 在大理国历史上 除了重信本土文化佛教密宗外 还有藏传佛教密宗 汉传佛教 上座部南传佛教等 并存发展 同时道教 本祖 土祖 乌教 婆罗门教 伊斯兰教等众多宗教 都在大理国内和平共处 共融发展 近百族类 上千部落都和平共处 互通互利 在大理国最高统治者和管理者 段式及后来高市 以佛治国 包容大气与开放的理念下 呈现出和平多元共融之事 呈现出多教共融 相互吸收 多族上层通婚 贸易与政治联姻 一家的包容 共存景象 多民族多宗教的诸事问题中 以和平包容的演变方式 与多元共融 共同存益的大格局 来维系了持续三百一十六年的 妙乡佛国 昌耳之间的大理国都 缔造成干戈化玉帛 清盛祥和 多元将的朝圣之地 人间圣地 这些历史上的记忆 和真实的势力 也给予今天 世界宗教 民主问题 及越来越多 公立的社会 与深刻的思考和借鉴 以上 谢谢 谢谢代委宣读 下面我们 有两位回应人 我们第一位先请 温蟬事 谢谢 我们房会长 老朋友了 台大的黄院长 我们去年 大家都在警方院 还有那个政大的李教授 还有东京帝国大学的黄教授 以前听到东京大国帝国毕业的博士 和肃然起敬的 这个大家新旧朋友 记记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个 第二点呢 给大家报告了 经过整天的这样的发洗充满的学习啊 你们有福了 经过这一整天的福生半日前睡觉睡饱的人也有福了 为什么呢 好难得等到回应人最后讲话 马上就要圆满顺利结束 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吃饭回家了 那是多幸福的事情 我连晚上我还不敢在这里吃饭 还要赶回台北去 明天的行程很早 但是终于到回应人讲话就圆满顺利结束了 有一种阿弥陀佛慈悲解脱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福音向大家报告 第三点给大家报告了 这不是套招啊 昨天呢我们颜道法师啊 还给我讲说 我明天的报告 我给你讲的多好多好 我说你不要乱讲啊 对不对 你写在什么地方啊 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一看了我的天啊 把我写的感激通通引述出来 这个人怕粗迷猪怕肥了 他这么一样过程呢 明明我是凡夫俗子 这个这样的表扬啊 言过其始啊 一真惭愧 非常的惭愧 如果这不是我的过程 大家如果对我不谅解 一定要阿弥陀佛慈悲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是 我还是很谢谢 言道法师的好意啊 改天请你吃一顿摘饭好了 比较便宜一点 这我们六位 杰出的论文报告人 有四位在场报告 我这里简单地提出 五点的回应的意见 和大家来分享啊 请大家参考指教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话的问题 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讲话 我们平常日常的沟通里面 最简单的问题到最复杂的问题 都靠我们原意啊 来解决问题 可是事实上我们一个人的成败啊 我们像英文讲的 Big Mouse一样 都在这里面决定了 话讲的适当以否 事实以否 这也是一个成败的关键 我们长辈的告诉我们 要谨言慎行 为什么要谨言慎行 就怕说错话 就怕说的话没有效果 反而有反效果 我们孔子也说嘛 这个 智者不失人 也不失言啊 碰到我们善知识 要多所亲近 你不去亲近 不跟他讲话 这是 讲错话 失言 不论是谨言慎行也好 这个失人 失言也好 其实都是 还是偏重一种 保守的言语运用的 一个手段方法 可是我们国语谷子里面 所谈的 那是把言语的提升到 一个非常高度的 进取的 积极的一个工具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言语呢 达到啊 伸张我们讲话本人的 一种意志力 也可以影响和改变 对方听你讲话人的意志力 甚至也可以提升到 全世界的一个谋略的层次 国父不是说嘛 亡人的国家 一张纸一支笔 就可以解决了 孙子兵法说 不散了屈人之兵 不必战争 不散了屈人之兵 是上交伐母 其次伐交啊 伐交与伐母 都是不散 不散了屈人之兵的一个重要方法 就是我们言语运用的 高度的技巧 运用和心理学的一个 融合的使用的 范畴在里面 今天我们在里面呢 提到我们这个 中央警察大学 我们汪福教授 所提到这个论文里面呢 它是一把金钥匙 鬼谷指这个这么多篇 十几篇的这个原文呢 非常的建设了 它通过演绎 说明延伸 让我们充分了解到 这个语言的运用啊 不但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是现在商场上行销的原则 乃是一战略外交人员的一个 左右命啊 通过这把金钥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如何运用 这方面的一个宝库 所以我们觉得 这篇论文啊 我们大家回去可以细细地读 昨天晚上我几乎搞到 将近一点钟的事 就是看这个东西 看这个六个人的六篇的文章 觉得这个获益匪浅 那么第二把真钥匙呢 就是我们英语法师 所讲的四季和平 鬼谷文化宗教观 以阶段性的起案 效得法会 和张主任的 维心圣家安心真经的 修行的当代诠释 这个这两篇报告还有一事 为什么会有一事呢 这也是一把 进入维心中的金钥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现在外界很多人 对维心中是不大清楚的 到底维心中是什么宗教呢 维心圣教的特点 以过去的作为是什么呢 它对我们为国家社会 乃至于世界 有情众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篇文章提供了一个 进入了解的一个大门 我在这里就等于说是 挂一落万的 综合的提出简单的极简意见 我讲挂一落万是讲的不完全 两位教授 多多包含 有极简意见 第一 唯心圣教是我们混原产世秉持的王传老祖 以及诸天神圣的教会之下 逐渐发展成的一个世界性的行星宗教 第二点 唯心圣教的教义 圣教的教义是以周易布施 这个风水堪义 以及三一密相互武术的为主 并融合了卢士道三教 教义 以及法会的科义 同时赋以高度的宗教意义层次 形成了圣凡兼修的一个特殊的宗教特性 和它的面貌 这是七派 甚至宏大的一个宗主 一个教主所展示出来的一个胸怀 那么第三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王传老祖邪妙真经 鬼谷先世中华三教邪妙经 风水真经 鬼谷先世天德经 以安心真经的将士 逐步建立了我们维心中的 这个一句的和修行的经典的一句 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讲宗教的三要素 姓法医 包括院长 早上说了 对耳朵聋一点 不听你的铃声应该可以 反正到尾声了 第四 从历年来一连串的 这个奇安消财法会的几心 以世界和平中华民主 联合祭祖的大典 充分展现了伟大的 大持大为的精神 和贡献世界和平的 一种崇高的清朝 我进入维心中 就是参加这个 祭祖大典来的 以前我是不会参加的 参加一次祭祖大典 整个论事改变了 尊敬之心 从养之心 由此而生起 所以这种小斋法会和我们 这个祭祖大典的作用非常大 尤其我们如果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在那个祭祖的时候 还有那个法会的时候 满天空的那个万灵 如果有一点修行层次 一定可以看得到 哇 这天空都飞到那个 连坐上面去 所以我们刚才研移法师说的 研导法师说的 很多法师说的 这种情况 不是无极之谈 真的是万灵都到场 我们的和平和他们有深切的关系 第三是我们无地鬼谷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王普徐先生讲的鬼谷 虽然他这个东西写得好像很简单 可是事实上它成立 又马上召开第一次会议等等 它的愿力是很大的 除了我们房会长 这个鬼谷研究学会以外 他这个会紧接地来 它是一种扩展我们鬼谷文化 和宗教教育的一个福音 相信我们对他有很高的期待 一定可以完成 第四点 刚才游南省南兆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 杨周伟会长的那篇文章 写得很好 所有的宫廷斗争和振前的更迭 都是透过优渥的出家制度 来代替血腥的这种杀戮 这个不容易 但是我这特别指出一点 不但他们是这样 整个全中国的传统都有这种精神 都有这种精神 为什么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仇家 我们你是政敌 对方如果出家了 放他一马吧 白话说的好 人家的出家已是无争的 我们还给他计较什么 再大的烟酬 常常就是因为出家 就把他忘记了 就让他一条神路 最后这种精神呢 和大理是大理国的历史是一样的 一万的 我们还有从唐末五代的 我们看到个道教史 佛教史都有 都主张了三教祈修 五教龙虎的精神 这也是一个非常中华民族和别的国家 比较起来所不一样的包容性的一个宗教信仰精神 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任何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 都成为好朋友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发扬的特点 第五点是我们李天刚先生的这种 卢教复兴的李一之邦 我昨天晚上讲了 我看这篇我真的很兴奋 看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角度来看 觉得是什么 中国有救了 中马民族有救了 中国人恢复的李一之邦 可以说是真正的崛起了 真正的崛起了 所以也真正可以让中国人 在全世界扬眉吐气起来 从清末开始到现在一百多年 我们说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家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武力和文化两方面的一个夹集 对传统文化实际信心 不分青红皂白的 要打倒古有的文化 从民国初年的打倒孔家殿 要摧毁吃人的礼教等等 不亦要读 到了文化大革命 赤裸裸的剩下一个斗争以外 人以来是没什么信任可见的 人活在没有明天希望的一个生活当中 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感到那是一种人民 每一个人权观念的一种悲哀 可是自从大陆改革开放又不同了 我们的经济发达了 许多人没有传统礼貌的教养 被西方人笑 报发福一样 有钱但是没有教养 可是现在又不同了 整个大陆奴教的兴起 礼仪之帮的恢复 让我们有信心 这是真正的结起 中国的国力在军力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再加上我们传统文化的礼仪 我们都恢复起来的话 那是真正的洋洋大国 真正的是超级大国 真正的世界国家这个领导者 英国人最早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讲到这里 感到非常的兴奋 刚才我们小姐念过来 我最后的结论 她最后一段话 我再把它念一遍 那真的非常有意思的 经历了一百多年来的反传统的 现在中国人 应该已经有能力地辨析传统 以传统来和解 并对礼仪的制度重新发掘和整理 从中感受到文明的质量 将其转型为当代中国的礼仪文明 真是善哉诗言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很高的相同的期待 最后祝福我们混贤师傅 各位长辈 各位先进 各位贵宾女士先生 平安 健康 万事无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